欢迎来到中年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 迪丽热巴与陈飞宇携手演绎穆虚慈,共普白日提灯奇幻史诗。 精彩绝伦的东方奇幻巨制,穆虚慈即将来袭。 这部由实力派演员迪丽热巴和陈飞宇清晴主演的网剧,改编自人气作家黎清然的著名小说白日提灯,凭借其独特的奇幻世界设定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,早已成为广大观众高度期待的作品。 回顾这部剧的创作历程,可以说是一波三折。 作为小说迷的你我都知道,原著白日提灯可以说是黎清然的代表作之一,在网络文学界享有极高的人气和口碑。 当这部小说被确定要改编成网剧的消息传出时,粉丝们欣喜若狂,纷纷期待能在荧幕上一睹这个奇幻世界的魅力。 然而,要想将一部小说完美地改编成影视作品,这绝非一世。 制作团队需要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,巧妙地融入更多符合时代潮流的元素,以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。 对此,业内人士分析,关键在于选对合适的主演阵容和导演班底。 最终,导演组锁定了实力派演员迪利热巴和陈飞宇担任主演。 这对组合实力雄厚,在影视圈均有不俗的表现。 迪利热巴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,在众多作品中都有出色的塑造,尤其在奇幻剧中更是展现了非凡的实力。 而陈飞宇虽然出道较晚,但其演技功力同样深厚,在许多受好评的作品中饰演重要角色。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,无疑大大提升了这部剧的期待值。 业内人士表示,在他们的诠释下,剧中的两位主角赫斯木和段虚必将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立体的性格。 赫斯木作为一位身负重任的万灵之主,他冷静、坚韧,同时又温柔善良,必将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官体验。 而对于段虚这位绅士沉迷的少年将军来说,他英勇无畏,智勇双全,必将和赫斯木产生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。 除了出色的主演阵容,沐虚慈的制作团队也同样实力非凡。 导演出身于著名的电视制作公司,拥有多年丰富的指导经验, 他们凭借出色的专业功底,力求将原著小说中的奇幻世界完美呈现在观众面前。 据悉,该剧在特技和场景设计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,以确保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极致体验。 值得一提的是沐虚慈不仅是一部纯粹的奇幻网剧,更是一部蕴含深度思考的作品。 他通过主角赫斯木和段虚之间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,向观众传递了关于爱、勇气、责任和牺牲的深层内涵。 对于当下追求精神享受的观众来说,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视觉和精神体验。 总的来说沐虚慈无疑是2024年最值得期待的网剧之一。 作为一部融合了精彩剧情、出色演技和深度思考的作品,它必将成为广大观众的心宠。 相信在迪丽热巴和陈飞宇精湛演技的彰显下,这部奇幻剧制一定会让观众大呼过瘾,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画面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